今天除了是我們的中旁美食節熱鬧開傘的日子 同時也是一年一度的復興節 不知道這個有什麼好計畫說來聽聽看吧 以前在這個日子呢我只要扮演好兒子的角色 好兒子 今年多了一個身份要扮演好女婿的角色 所以你會 我會 我最大的心願是請兩位爸爸一起出來吃飯 請兩位爸爸出來吃飯 是的 哎呀看看為了節目的效果說得很好聽 說得真好聽 什麼叫做為了節目效果 雖然這是我的心願 但執行上技術上有些困難 當然困難了 因為我的爸爸他們還有爸爸 他們的爸爸都還在 他們還要跟他們的爸爸過生 過過過過過節 喔這樣子嗎 對所以為了讓他們他們跟他們的爸爸過節 所以我不能跟我爸爸過節 那你我覺得你可以趁這個機會 好好跟你老婆計畫一下弄一個孩子出來 以後跟你孩子過不同 你有聽說過生孩子為了應景嗎 希望大家這個復興節呢 都能過一個難忘的復興節 都能過一個難忘的復興節 我們上來進入我們的 全都美食顧顧顧看 ALL SHOW 這項商品呢 是由台北山崎麵包所提供的 針對復興節製作的爸爸臉譜麵包 爸爸麵包 爸爸麵包 小爸爸每個200克 大爸爸每個2公斤 外皮以進口的菲律賓麵糰製作而成 用純手工慢慢的一個一個捏索出臉部的表情 以及造型之後塗抹巧克力烘烤而成 三種造型的爸爸分別以草莓奶油雞巧克力 等三種口味 很香 鬆軟的麵包 散發的香氣 飽滿的內飾 布滿了不同的甜味 不一樣的禮物 呈現為人自你最大的心意 讓全家人吃得開開心心 請問這樣一組 由兩個大爸爸臉譜麵包 加上三個小的爸爸臉譜麵包 總共價值多少錢 請各位咕咕看 姚戴維請加油 11900 11900 就差一點點 再高一點 11900再高一點那就是 滿準的 11900再高一點 這兩千 一千兩百一啊 答對了 耶 耶 耶 吃大爸爸 吃大爸爸 要命 怎麼那麼討厭啊 又來了 誰說傻人沒有服啊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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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掰 他要咬 喔 吃爸爸了 吃爸爸了 沒有看到蟹 我沒有掰了 都不可以了 不可以 你都不知道 讓我們知道 吃多久會吃到蟹好不好 好不好吃啦 好不好吃啦 等一下 他的蟹會不會整排在鼻子這邊啊 鐵頭警官 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 讓我們知道 吃多久會吃到蟹 你沒有什麼蟹 整人節目啊 有草莓 奶油混草顆粒 吃吃看 吃吃看 所以說這個亂附身也不好啊 答對了也是很痛 吃啦 趕快 趕快 好不好吃 一包好不好吃 好吃 可是你不介意我們可以幫忙 對 我們可以幫忙 對啊 還沒看到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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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我看了 我只是想說什麼 一包而已 一包 一包頭破 大奶油 那是奶油嗎 奶油 你好殘忍喔 爸 爸 他 他是蛋糕還是麵包 麵包 其實是麵包 他那個是奶酥還是奶油 而且我跟你講 他厲害的地方 他那個麵包香 你還沒把麵包掰開 你就聞到那個麵包香 OK 你也一樣 我今天真的都沒吃飯了 為了這個節目 對啊 這跟你的經紀人有關係 這跟你的經紀人有關係 對 沒有 他不瞭解你沒有這樣的頭腦 但是恭喜 時尚最見的時刻好不好 黃建民 謝謝 謝謝 好 馬上進行下一樣副位唱片 GO SHOW 接下來是由高雄縣桃園鄉 桃園村的高德雄高村長所提供的金黃芒果 每一顆芒果 進行中約三台金 最大的時候能長到五台金 果形瘦大的有如木瓜一樣 因為生產的位置特別 所以水分充足 甜度高 肉質更加的滑嫩可口 在炎炎的夏日呢 將冰過的芒果呢 做成了水果冰 或者打成果汁 做成各式的料理 好吃的感覺 讓人立刻就爽了起 請問 這麼一箱 眾約三十五台金的金黃芒果 價值多少錢 請各位 請各位 請出價 六百 一萬五 九百五 九百五 提醒各位 它是有個位數的零頭對不對 有個位數喔 比九百五低一點 產地價 八百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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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什麼啦 你怎麼 吃吃看 我猜他一個多少錢 你是過什麼 八百七十五 我想說一個 它大概有十二個 我聽你在放屁 你說出一個具體來 我隨便你 不要吵 不要吵 趕快嚐一嘗 趕快 試試一下 拿整片起來吃 拿整片 它真的好好吃 它真的長得 跟木瓜一樣大 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好 式燈光 哇 我的 吃一個 妳在幹什麼 妳是個俗女妳在幹什麼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也知道鼻子上去了 說一下感覺 妳連鼻子都有 妳怎麼弄的 妳說一下感覺 好不好吃 妳根本不用咬它 妳就這樣一口下去 然後就是妳的瞞牙 把它整個刮下來 然後根本不用咬 主角 那個舌頭往上頂就 它整個就死了 哇 Oh my God 然後那個香味 這樣 順著你的食道就這樣子 慢慢的滑下去 妳這講得好像是狀元提法嗎 不是 而且我跟你講 他們有一般的那種 有一些芒果是很膩的那種 甜到 甜到膩 這個沒有 這完全是那種清清淡淡的味道 它沒有切開 就已經有那個芒果香 那還要開玩笑 等一下 日本是不是水果通常都很貴 他們不懂 非常貴 非常的貴 我好日本朋友遠道而來對不對 剛剛還叫人家 吃給他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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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太偉你太賤了你 你完全被王靖民帶壞了 我覺得 好不好 姚太偉 姚太偉看著我 請你從現在開始注意負責 好不好 要有負責 可是 美食當嫌 我寧願不守復道 我寧願不守復道 好 漂亮 我們恭喜姚太偉 恭喜 我們要進行下一項孤價品 好 這一項孤價商品是由台北友善餐廳所提供的當令海鮮綜合生魚片 裡面包含有一份海膽 兩片紅甘 兩片透露 兩片套餃 兩尾甜蝦 一顆鮑魚 一隻水針 一份鮪魚山藥海苔卷 等當令海鮮食材 師傅依照每個食材的口感 把Q度 油脂含量以及纖維長度不同 來決定生魚片的厚薄度 完美的刀工 將每一種食材的特性發揮到淋淋盡致 除了食材的新鮮之外 整體的盤式造型 更發揮了師傅絕佳的美學概念 讓整道料理看上去 就好像是一道藝術品一樣 美得讓人不忍心去破壞它 哎呦 漂亮的造型 還有美妙的滋味 更是健康的天然食品 請問 這樣子一份由八種頂級食材 所組合而成的綜合生魚片 價值多少錢 請各位咕咕看 要幹嘛 請出價 兩千塊 兩千塊 少一點 低一點 那這個快捷徑囉 下雨喬小姐 一千五 一千五 高一點 高一點 還有食位數 不要急 有食位數 來 一千六百五十塊 一千六百五十塊 再高一點點 搖答的位 請出價 一六八 一千六百八十塊 一千六百八十塊 七小姐 數字 收集再高一點點 再高一點點 再高一點點 有食位數 再回來 再回來 這 一千七百二十塊 答對了 耶 YES 你怎麼會猜一千七百二十塊 你怎麼猜到一千七百二十塊 我猜到的 我拍過李懿的片子 我通常 有的時候偶爾都會被附身 你知道嗎 你的頭應該是鐵做的 蝦蒙的 蝦蒙 吃一片 裡面的八種頂級的食材 你最喜歡吃哪一樣 你什麼比較不喜歡 天蝦 欸 不行 有偷喔 有偷了 你自己的心裡是什麼 你什麼比較不喜歡 欸 不行 有物理 不行 有鮑魚 有TOLO 要我命 欸 你們這種窮古人家 麻煩你退遠一點 好歹 好歹我也是 那一千六百個 我也是在那碗八 有什麼礦金啊 差五十塊啊 TOLO TOLO 你TOLO顏色好漂亮喔 好好吃 好好吃喔 不行啦 再回來 再回來 這個TOLO 九歲六個月 我跟妳講 工的 早知道 你又命啊 這個 這種感覺真的 你們今天來幹嘛啊 這等了嗎 我們後面還有好幾樣 你在幹嘛 不會 其他的也吃一下 再吃一個天蝦好不好 好 好耶 好啊 這個天蝦還好 真的 真的 太好了 我跟妳講 不用吃了 一定很好 不然我吃飯 我跟妳講 一定很好 真的 這個天蝦還好 這個天蝦它如果是在 18世紀 19世紀的話 它只能就是 大概就是 王公啊 那些 的仆人吃的 還好 已經吃到游輪刺了耶 你怎麼回事啊 這個都快噎到 還說還好耶 你快吃到胡說八道了 這個是紅甘 對不對 有沒有 把這個都很新鮮的 這個就是剛剛吃天蝦那個工人 那個那個 那個網紅的用的 送來的紅甘 給國王吃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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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樣子 新鮮新鮮的說法 你們的表情都好討厭 哈哈 沒有吃過這樣的東西嗎 到底誰才是激身的試吃 好不好 你吃得這麼激身 這是天蝦 海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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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慢品嘗 因為這些都是頂級的 這個是什麼 白跟那個就是山藥 山藥 唯一山藥 唯一山藥 這個就普通了啦 真的 這就普通了 但是還是要吃 哈哈 你吃這個 怎麼樣 一定好吃喔 很普通 要命啊 來 好 你幹什麼啦 你幹什麼東西啊 我跟你講 我從來沒有在臉上有這種 出現過這種流浪貓的感覺 你走開啦 來 恭喜王建民 恭喜 開店了 我 我開店了 我開店了 我眼睛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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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三 要加胡椒 我第一次這麼想哭耶 要加胡椒 一定要加胡椒 我要吃啊 我真的哭了 這對是演戲拍的 話不會演戲拍的 你真的要吃耶 我要吃啊 要接受 我要吃啊 對啊 這對是演戲拍的 沒有 我유 你 你 你 不 你 請進下一樣不要昌平 O SHOW 接下來這個是由 台北的比利小雞所提供的造型蛋糕 以巧克力蛋糕為主體 內夾一層黑櫻桃的顆粒 外面呢 再鋪上抹茶粉 將整體塑造成 高爾夫球場的果嶺的樣子 再搭配芒果口味的車子造型蛋糕 再利用黑巧克力翻糖製成的公式包 及白巧克力的領帶 在父親節裡面 為父親訂製一個獨一無二的蛋糕 把父親的最愛一次送給他 這一個 國嶺蛋糕 請問多少錢 請問咕咕看 加油 又可以出價了 有十位數 多少錢請出價 這麼大 三千八百三十八 三八三八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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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點 多少錢 來 四百八 請出價 四千兩百五十 再高一點 伊 嘿嘿嘿嘿嘿 姚太偉請出價 再高一點喔 四千兩百六 再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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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建民 請出價 四千三百八 四千三百八 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伊姐要多少點 再高一點 你給我好好猜啊 四千五百八 還有你再 你再最後一個就猜店了 我猜店了 你怎麼重型按下一個 我超小 因為我超愛吃甜的 你不願意吃到是不... 它是不丁耶 不丁是給大家看 好過癮 沒有 真的耶 你跟到我 不丁 吃前面的吧 吃這個好了 公司包的 公司包前面 來 吃那個現在的蛋糕 看看 要命啊 巧克力 我超愛巧克力的 你冷靜... 好熱喔 吃... 吃公司包好玩啊 你吃公司包吃什麼 公司包是你吃的糖耶 那它是什麼 不會很甜耶 不會很甜 它是什麼 它是像砂糖一樣的糖 然後不會很甜 然後裡面你看看 裡面也有蛋糕耶 哇 裡面也有蛋糕耶 吃吃看 公司包裡面有蛋糕 好好吃喔 嗯 你們要快吃飯國磷 看國磷裡面 大家都知道你要說好好吃了 國磷裡面是什麼 它是用抹茶粉喔 用抹茶粉喔 有抹茶口味 哇 抹茶真的是 什麼感覺 它的蛋糕真的很綿耶 什麼 你可不可以好好講一句話嗎 你講的話 有人聽得懂 我隨便 因為它蛋糕它不會很乾 然後真的很綿 很綿啊 很綿啊 因為它奶油真的 就是不會那種 很油膩的感覺 從隱形幹挖下去 天啊 怎麼會是這種 怎麼啦 怎麼啦 我以為它是布巾 可是吃起來是木屑耶 我知道 恭喜恭喜 各位有沒有任何的遺憾呢 各位有沒有任何的遺憾呢 有沒有 下一個 你也一樣還沒猜到對不對 對 還沒猜到嗎 我們還有下一樣 我們再提供一樣好不好 我們再加一樣 好 再加一樣 好 加油 再加一樣櫃仔商品 不要太行 也很有可能跟你們沒關係 好 接下來這項重量級的櫃仔商品呢 是青花鷹系溫酒壺組 由台北縣立鷹哥陶瓷博物館 所提供的 防骨青花鷹系溫酒壺組 全套的青花鷹系溫酒壺組呢 包含了一件雙套式的酒壺 內壺可以盛裝200CC的各式美酒 外壺呢 才可以盛裝冰塊或者是熱水 讓你輕鬆達到冰酒或溫酒的效果 在父親節裡面 可以量身訂做一套 屬於父親專有的酒器組 相信呢 會帶給喜歡小酒兩杯的父親 無比的喜悅 請問 這樣子一組15件 防骨青花鷹系溫酒壺組 價值多少錢 請各位 咕咕看 防骨青花鷹系溫酒壺組 有了蛋糕之後 是不是要喝點小酒呢 下一條 請出價 2萬5千3 5千3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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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萬6千8 2萬6千8 再高 2萬8千2百塊 2萬8千2 再高 越來越接近了 越來越接近了 8千2啊 再高 2萬 快點 2萬9千1 2萬9千1 大家來 恭喜你 可是這個不能吃 你把裡面的酒子都玩 來 大家 幫我們試試看那個碟子 吃起來怎麼樣 好好吃喔 你要把它吃掉以後 你上網找也找不到一樣 對 我這樣看才非常細 非常漂亮喔 非常細 音隙就是小孩在玩 裡面幫各位 所以溫了一壺酒 吃起來相當好 對 2萬9千1 內壺跟外壺 讓他看一下內壺外壺的設計 是這樣子的 這可以溫酒也可以冰酒 現在是溫酒 冷水或熱水 裡面是什麼酒 紹興酒 紹興酒 這個酒 溫溫的紹興 來來來 這個杯子少一個 拿出來 你們有什麼習慣啊 來來來 先乾淨這杯 再說吧 我答對兩瓶 你也答對兩瓶 而且真的 紹興溫過以後 那個味道真的就 很香的 因為內壺夠薄 所以你達到那個 冷熱接宜的效果 那把手還是純銀的啊 小心 差一點真的破了 差一點真的破了 你不要破 恭喜你 這個不能開 2萬9千1億 恭喜大維 謝謝 謝謝 您的商品是最新創意 還是最新流行呢 不管是口碑推薦 還是懷舊回味 一樣都是我們的美味線索 趕快與我們聯絡吧 美食物國界 就等您的推薦囉 好 現在有人已經吃了美食了 而且有人可能已經拿到了 父親節的禮物了 可是呢 好看的美食節目 當然不只是如此喔 接下來單元還有讓人更垂涎 300尺的好料理喔 我們要進行下個單元 1 2 SHOW 嗨 我說王小濤啊 是 你喜歡吃魚嗎 喔 魚 必須必須必須 當然喜歡 我喜歡吃魚 喔 那你喜歡吃虱目魚嗎 虱目魚我喜歡 不過 肉質很細 可是就是刺魚很多 就因為這樣子 讓我們國內的虱目魚的市場 只有一小部分而已 可是你萬萬沒有想到 有人因為賣虱目魚 賣出了學問 而且還只賣早餐喔 是 你的意思是說 光賣虱目魚當早餐 可以賺錢賺到手軟 完全正確 你不要有我在胡你喔 看了就知道 一看今天的 全地美食我最賺 HOW SHOW 台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既可以坐收 嘉南平原的豐收 又能夠取得 南台灣海鮮的魚貨 擁有全台灣最新鮮的食材 所以造就府城成為 美食小吃的天堂 只不過滿街都是取材新鮮的 道地小吃 家家都有實成無法的料理鐵人 如何能夠在這個美食的重鎮 自成一格 經營生存 這的確是一門大學問 有人獨創用料配方 有人鑽研料理手法 卻有人面面俱到 竟然 將傳統小吃企業化經營 小吃店到底要如何 才能夠變成股份有限公司的 經營神話 讓我們一起來學習 如何鋪上發達之路 台南美食經營之神 阿公天磨 位於台南公園南路上頭的 阿公天磨 每天清晨6點10分開始營業 鐵皮屋子裡面的12張桌子 馬上就坐滿了客人 一碗碗魚鮮湯田的 前粥熱騰騰的上桌 您一定不能夠理解 眼前的景象 吃粥的人潮如浪 一批批的湧進店內 6點到8點之間 見識一味難求 經常都可以看到 買粥的人群排練隊伍 大家洗個澡出門 都來搶用最新鮮 最好吃的虱目魚粥 這一碗粥真的有那麼好吃嗎 我覺得它的粥很好吃 魚很精鮮 口感很好吃 我已經放在台北 但是常常回來 一回來就跑來這邊 帶我們家人一起來吃 朋友也是一樣 帶他們一起來 有此思念的家鄉味 三把魚下去 阿公鑑魚的主要材料 正是台南盛產的三把魚 這一碗魚骨熬出的 乳白濃稠的湯汁 虱目魚肉清香四溢 還有一顆顆新鮮的蚵仔來搭配 灑在粥上紅色的油蔥酥 綠色的香菜 以及體味的肉燥 讓這一碗的粥色香味俱全 您還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選用魚肚魚頭 甚至是魚皮魚腸做成的主菜 而當地人則習慣吃粥的時候 買上一根油條搭配著吃 一口油條一口粥 粥湯滑潤油條酥脆 混合出了妙不可言的美好口感 這也成為了台南優子 最思念的家鄉味了 堅持苦法之作 現代企業經營 從創天人阿公 傳承到第二代的手中經營 GAMEWAY熱賣50周年 不便的是選用食材的講究 烹調處理的細心 與泉州式的主州手法 來 玩得過 每天一大清早 三五個人細心處理 剛從養殖場送來活蹦亂跳的薩巴儀 洗進魚身之後分段助理 切頭 去尾 片肚 劃背 動作離落 處理乾淨 在以薩巴儀桃和骨熬製而成高湯後 使用生米去熬成粥 生米熬成了粥 米飯顆粒分明但軟銀時鐘 最後再加入了濕木魚肉 利用熱粥的溫度將魚肉汆燙熟 才能夠保持魚肉的鮮味 便宜柔軟 上桌之前加上了肉燥 香菜來調味 每一個環節按部就班 絲毫不得馬虎 難怪料理出讓人吃了 還想再吃的粥 小店的改變是 第二代經營者 女婿張森雄先生 他有遠見的企業化經營手法 首先以阿公公公園登記 註冊商標 讓盛名遠播的電號成為了 唯一正宗 不會被他人冒用 接著與食材商簽訂了契約 約定魚溫養殖場 特定養殖的方法 以及魚類的品種和規格 一約賞罰控制食材的新鮮 店內所有的食材 從主食到油條沾醬 通通都是有契約保證的 不僅如此 小店建立完整的福利制度 讓員工認同這份工作的長期安穩 可以減少人手的流動率 工作開心 才能夠提供親切 最佳的舞態度啦 我在這邊工作三四年 那不要看我們這次小吃店 我們公司的制度很老 都會帶員工出去旅遊 還有年終獎金喔 就是這一分的美味堅持 經營手法的改善 才讓阿公見面維持不醉的聲譽 吸引貴客 名人清零品嘗 更讓小店門庭弱勢 坐不虛席 雖然一碗的售價只有八十元 但是用料豐富 湯鮮會每次所以天天 都大賣千碗以上 不到中午就銷售已空啦 要投資做這個美食專業的話 那最主要的還是在於 怎樣誠實的對待客人 怎樣非常認真的去選料 那麼還有就是說非常敬業的精神 尤其是做這種美食行業呢 非常的辛苦 那麼一定要吃得這個辛苦 同時在吃辛苦之外呢 還兼具要做到回饋社會的這種用心 你 羨慕別人日盡抖金嗎 但是別人努力 你看到了嗎 我 看見相機 就全能美食我最賺 看見阿翁驚夢的成功的原因 它的第一賺 是以契約簽訂 來控制食材的品質與新鮮 運用契約牽制深海水質 以及綠藻的養殖 來維持品質一流的三百一 第二賺 食材天天新鮮運送現載現煮 新鮮海產的美味 勝過任何的調味 第三賺 堅持泉州的古法製作 生米熬粥 汆燙魚肉 鮮軟的口感是讓人上癮的 第四賺 建立完整的員工福利 相對的提升了服務的品質 最後第五賺 老闆大方的透露 那麼就是說 當你開早餐店的時候 一定要背向太陽 那麼因為背向太陽的關係呢 就是說不會讓客人 直接照到陽光 那這樣客人才能夠非常 柔和的來享用這個早餐 原來早餐店的位置要背向太陽 這樣子才能夠提供 用餐的舒適環境 全能美食我最賺 老闆企業化經營 堅持古法製作的阿公賢貝 馬上登場囉 先介紹的就是在台南 相當相當富盛名的這個 經營之神阿公賢貝 每一天上千萬 那不是開玩笑的 我們附帶機會教育這樣 你們知不知道這個 施木魚的名字怎麼來 不知道施木魚怎麼來 沙巴魚 沙巴魚怎麼來 我們用演的 演給你看 以前呢就是 我演國姓爺 我演正能夠 正常剛到台灣來的時候 這個漁民呢就拿這個魚 呈給國姓爺 請國姓爺賜名 嗯 這是沙巴魚 謝國姓爺 沙巴魚 沙巴魚就是這麼來 真的嗎 你們相不相信 騙人 這是真的 不相信 因為誰敢問國姓爺 他講的是什麼 這個呢 這個賢貝 一定有它的過人之處 這賢貝也對它迷人的地方 我們現在請老闆現身說法 今天我們的阿公賢貝的美食料理員 張真雄先生歡迎他吃的 歡迎他 帶來服務人啊 鄭秀祝 歡迎 歡迎 阿伯 阿伯 你好 你好 謝謝 歡迎兩位 這個魚刺啊 我們剛剛指探講了對不對 它的魚肉是很細 很甜 可是它的魚刺太多了 萬一這個客人吃到 噎到什麼 那 根據我們52年的這個經驗 五十二年了 五十二年了 半個世紀 它這個經驗 這種虱目魚刺 跟到喉嚨的時候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剪一段 跟你的嘴巴大小適中的這個油條 把它吞下去就跟下去了 就完全把它擠下去的意思 擠下去了 這是為什麼那個魚粥 要配油條式的原因嗎 是不是這樣子 它在台南市來講 加這個油條是一種 有一種特殊的風味 這是特殊的口味 對 我說張伯伯啊 整個跟嘴巴一樣大的油條塞進去 跟痛馬桶的油條 那就是利用這個原理 我的媽啊 對 我要想示範一下 如果今天它被卡住了 我就拿一根油條 這個幾乎跟它的油條一樣粗 來 打開來 是這樣子嗎 痛馬桶都是這樣通的 趙伯伯先生 你不要開玩笑喔 就原本這樣吞下去 是哪一隻啊 絕對送一位 絕對罵 絕對不遺而安 不遺而安 對 咬扁不要咬碎 咬扁喔 咬扁不要咬碎這樣吞下去 咬扁但是不要咬碎 你們這個 你們這個在你們這個店裡面 你說你們賣了52年 在你們店裡面吃 最久的客人吃了多久 應該是有一位伯伯喔 今年大概是81歲 他整整的也吃了52年 他從少年吃到現在也當阿公 實在都阿祖了 今天要你阿公贏味 贏味來 歡迎 我們張伯伯是台大食品系畢業的 張伯伯 我現在開始在做了喔 這個是基本上已經 魚肉聽說是它直接汆燙熟就可以吃 都是剛剛熟的 這目前已經有幾分熟了目前 目前已經全熟了 那樣一碗才四十塊 這麼大一碗 你看用這個魚骨 這麼大一碗四十塊很正常 那樣一碗四十塊 這八十塊 這碗是八十 這樣一碗就是八十塊 就好了 就好了 好 這一碗好快 張妹妹有一個 很讓人家覺得感動的地方 因為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他們店裡面 你看到碗裡面 所呈現的每一樣東西 不管豬肉 魚 香菜 還有米 每一樣東西都要跟廠商簽約 維持一定的品質 否則他不要 只要你那個魚 不是說要長這麼久給我 或是說長這麼大 你不足 尺寸不足 筋量不足 我就告你 好不酷 是不是連油條都要打簽約 包括油條 不能用回鍋油 不能用回鍋油 如果不到這個長度 炸出來沒那麼好看 我告 所以我認為他應該是李敖的朋友 然後大家還有一個讓人家 很感動的地方 他說了一句話 剛剛在錄影前 他跟我們講了一句話 既然做吃的 絕對不能怕個人吃 就是要提供最好的料理 最好的品質 他們吃的只要靠口碑 你做吃的就永遠也可以做下去 不過這一點叫可憐 這一碗80塊錢的絲目魚肚粥 到底我們兩個誰能夠先吃到呢 我跟妳拚了 剪刀 石頭 剪刀 石頭 布 結束是布 YES 不要再一次 誰是小蜜蜜 誰是小蜜蜜 要加胡椒 我第一次這麼想哭耶 要加胡椒 一定要加胡椒 對 哇 這邊機會叫你 不要啦 我要吃啦 吃胡椒的時候不要再下風暑 我要吃啦 我真的哭了耶 不愧是演雞排的 哇 不愧是演雞排的 真的是耶 欸 我要吃啦 真的 真的 可是不要理他 我要吃啦 我要吃啦 要把那個咬住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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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個樣子 怎麼會這個樣子 這個 表情好像很難吃耶 我好想講到喔 這就是 衝空 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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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喔 要注意我聽我下一句喔 說的 說得具體一點 這薑菜好好吃喔 你覺得要沾嗎 對 沾的是很好吃 欸 可是這樣 這樣油條不就不脆了嗎 對 它就含到它這個 鹹都有這個湯汁 湯汁 另外有一碗口味 它這個魚從頭到尾 它全用到了 對 它除了尾巴那一點 尾巴那一點齊不用以外 它全用 對... 請問 一個月平均使用多少尾的虱目魚呢 我們給你們一點提示 第一 他們店裡面的營業時間 從上午6點10分到下1點 總共6個小時用50分鐘 第二 店裡面呢 有6道料理使用虱目魚 第三 店內最高紀錄曾經一天賣過600斤 等於一天賣過1200條的虱目魚 誤差值呢 我們給各位2000條 正部2000條 都算各位答對 請出示答案 兩萬八千五的 兩萬六千二的 一萬五千二的 兩萬四千五的 還有一個 那個3009是怎麼樣 3009 我計算來講 一天最高的累積是1200位 1200位 大概是營業時間是7個小時 7個小時的話 一個小時的累積平均是171位 然後乘7... 乘7個小時是1085位 然後乘30天是32550位 不是要... 休息... 休息的時間要誇跳 大概是3萬 隨便了 沒關係 他說的誰聽得懂 我拿那個刀子給你插 不是 我聽得懂 有嗎 看有誰實話的標準答案 這無蝦子彈 2000條是你都算各位答對 無蝦子彈 現在一個月裡面到底使用了 多少條的虱目魚呢 請張揹為我們公布正確答案 張揹 張揹 恭喜 我也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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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們出列 我也中了 請張揹幫我們準備兩碗好不好 兩碗 張揹最上的虱目魚肚 虱目魚肚 先讓我們右邊來... 吃到了耶 對 各位的採蕩 好香耶 香喔 達蕾腸好好吃喔 好好吃 吃吃看騰騰最有名的虱目魚肚 很好吃 他們真的是非常仔細 連著這麼新鮮 他還要把它弄燙才能吃 因為人凍容 加香菜再加胡椒 完工 漂亮 好的 他們捧著吃囉 好不好 要不要加它 每個人先拿一根油條好不好 每個人先拿一根油條 每個人先拿一根油條 這個拿 然後呢 來 謝謝 來吧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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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不好喝 它看好好吃喔 它一定很好喝 好香喔 不加味精的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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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太有 它是一個 唯一被油條淹 還不是刺骨 人家刺骨頭淹喔 是油條淹死的 來那個刀 那幹嘛啥 你先講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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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好 又香 又 就是那個 魚的味道是 沒有那麼 我以為是 就是魚 很油很油的 很重的 下國瑜 很重的魚腥味 很重的魚腥味 可是沒有這個魚腥味 沒有魚腥味喔 對 這個湯喔 厲害在哪裡你知道嗎 它雖然是魚虎頭燉的 魚虎頭熬的湯 但是絕對不會輸給牌子湯 哇 對 你知道嗎 它一點魚腥味都沒有 厲害是厲害在這裡 這有簽約在那邊告他 這有簽約的啊 說我打菜一下 因為我跟David的交情 真的是太好了 這個粥 不讓他吃我過意不去 但我一定要告訴他 台南吃得到 歡迎到台南 他這個人呢 專長就是滿恐人意到的 你應該已經習慣了 你知道嗎 帶著東西啊 帶著東西 帶著東西 跟我來就不錯 公園難落 記得來找阿伯 吃好吃的鹹味 還有鹹味 恭喜兩位 謝謝 謝謝 台灣的各角落 都存在著許許多多的無名英雄 他們默默的心情工作著 卻帶來我們想像不到的經濟奇蹟 美食我自鑽 讓我們同時鑽得了情感和溫暖 您也一同分享吧 來 來 這個江澤料理呢 是許多人喜愛的主流美食之一 但是對於我們這些年輕的 後生晚輩而言呢 如果你要問我哪裡有好吃的 異國料理餐廳 我知道 那哪裡有好吃的夜市小吃攤飯 我知道 哪裡有好吃的夜店酒店 誰 他 他 是我啊 我是說這個 怕我們的教主 汪建民知道 我們兩個在這裡 但是如果提到好吃的江浙料理 恐怕啊 真的 年輕的觀眾都不一定知道了 就算知道哪裡有好吃的江浙料理 進去了呢 也不見得能點出一朵花來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特別整理出幾家呢 非常有名的江浙料理餐廳 讓大家知道一下 品嘗一下江浙的美味 馬上進入我們的江浙料理 我最讚 好 秀 好 秀 如果說 中華料理在全球的美食界 佔有一席之地 那麼江浙料理 便是支持這一句話的 重要支柱之一了 廣義的江浙菜指的是 長江中下游 以及乾塘江流域 這一代的菜色料理 匯齊了七個省份的料理風味 像是蘇航 上海 寧波 揚州等等 也無怪乎如此的精彩多變 江浙菜基本上的味型 油多 味濃 海光澤 色香味俱全 不僅是美味的餐點 在刀法 烘調上的精湛 簡直就是一門藝術品 然而台灣出色的江浙餐廳 也不少喔 哪裡還有好吃的江浙菜 歡迎好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李溫泉 這裡有 江浙料理 我最讚 東坡肉 讚 杭州菜在江浙料理當中 佔有重要的地位 在台灣要推薦 傳統道地的杭州菜 唐家 陶客 肯定會走退 雅度麗芝飯店的天香樓 而在眾多叫好熱賣的菜牌當中 我們又要推薦這一道文豪背書的江浙明菜 讓各位美食看官 眼睛來解解禪 東坡肉 東坡肉 慢著火 少著水 火候足食 他自美 宋茶的文豪 蘇東坡他所發明的東坡肉 正宗的做法 便是選用肥瘦參半的五花肉 而江浙菜 中刀工 所以先將五花肉冷凍一夜之後 便已切割出漂亮工整的五公分大小四方體 每一塊大約四兩重 這是師傅的建議 能解禪又不膩的一人憤怒 將泡軟的大甲草繩 一十字形捆防五花肉 可避免肥肉因為燉煮散落 放入滾水當中 滾煮之後再撈出來備用 緊接著用紗布包住了香料 加上些許的酒和水先行爆香 再將五花肉排入鍋中一起煮 最後加上了醬油和冰糖 用極細的小火滷燉兩個小時 再關火浸泡一整片 一份裝進小翁當中 切記要緊密封口 使用之前一蒸煮加熱的方式就可以上桌 蒸煮加熱的方式才不會讓肥肉汁再溢出 導致口感上的油膩 這一塊肥肉油瘦肉香 湯汁清淡 久未飄散的冬波肉 是火候拿捏功夫的展現 你看哪 醬汁燉煮通透入肥肉 表皮色澤艷紅 滾燙發亮的油豬鮮艷欲滴 送入口中明嘴即化 肉不黏牙 肥油在口中唇齒流香 爽口卻不膩 最後還要吃乾拉筋 將燉肉的汁拌到飯上 烤冬波肉 油香美味來自蘇哈 馬上令你直升人間天堂 我們的冬波肉是 滑嫩而不油膩 湯汁清澈而甘醇 非常適合男女老幼 清炒鮮魚 讚 台北的一餐廳 前身為空軍火食攤 店內裝潢雖然仍然維持著 傳統華麗的中菜餐廳要貌 但是五十多年 維持一貫的江蘇揚粥老口味 卻是桃家食客 無法割捨的最愛 肉質細嫩 口感鮮甜的海鮮 攪到重火喉 好刀工的江浙料理人手中 嘿嘿 大火快刀之下 給客官您獻上這道江浙名菜 清炒鮮魚 沙扇是有功夫的喔 既要留住扇魚的原味新鮮 又要去除魚腥土味 這道料理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沙扇了 燒開水 將活扇送入百度的滾水中 加入少許的醋跟鹽 就去除了魚身上的黏膜腥味 運用刀工 剔骨去肚 看師傅三兩下的刀工 就將無流流的鮮魚 變身為一段段 細緻光滑 無心無刺的魚肉 好刀法 佩服佩服 緊接著油過一起 將鮮魚過油去腥後 加入蔥 薑 蒜 爆炒 光火可以防止鮮魚肉老硬 但是翻炒的手腳太慢 燒焦了魚肉 豈不是將鮮魚打回黑烏烏的原型嗎 所以如何留住肉質的滑嫩 可口的色澤 正是師傅火候控制功力的展現喔 鮮魚起鍋上盤 撒上蒜末 淋上一大匙的熱麻油 蒜香透過熱氣上升 傳散開來直逼鬧門 你看看這入口軟溜滑嫩的鮮魚肉 綿密細緻的肉質 表面拌著熱氣的油柱 彷彿在發亮著 想吃到鮮美魚肉 想吃到江浙名菜的美味 清炒鮮魚絕對是首選喔 這是鮮魚我這一棒 歡迎來品嘗 怎麼會這個樣子 怎麼樣 怎麼樣 這個表情好像很難吃耶 我想講髒話 哈哈哈 這就是 衝 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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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頭那個水果味還沒有 添添酸酸的感覺 有沒有流口水 我一直在流口水 衝,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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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敬畏天人的美味小铺 它位于一通街上的蓝姥姥小吃店 这就是美食家出入平凡 行家家贫如潮的小店哦 而蓝姥姥的本尊 要为您来介绍一道江浙料理的家常菜 饭店餐厅里头很少女人当家长厨 从店内固质典雅大方 到干净发料的厨房 我们可以发现女当家的细心哦 蓝姥姥她选用每一块大约一斤重左右的 带骨黑毛猪的牌 光看着油花分布三肥其瘦的比例 就令人期待美味的肉质 最后做出的葱烤紫牌了 而紫牌的部分先经过滚水的汆烫 去除了血水和腥味 再搭配上将这料理的基本调味料 酱油 冰糖 米酒 清水一起慢慢地烧 而葱的选用则经过了改良 选用汁甜香浓的洋葱和红葱头 来替换以往的青葱 让这道料理更添了香气 最重要的是健康哦 切丁的洋葱和红葱头 经过了爆香之后 加入锅中进行烤的煮酒 所谓的烤就是以旺火烧焙 为火烧烂 将汤汁直接地收干 让味道渐渐地渗入食物当中 四个小时的门煮过程 不停地吸心添油 完成了这一道香浓油 却不亏密的葱套紫牌哦 一闻之下葱的香味带头 让人胃口大开 滷汁渗透的紫牌 有料的色泽 让人蠢蠢欲动 经过了四个小时的闷烧之后 让肋排软烂了 肋骨轻轻地一抽 哦 而它的肉质 经过您的筷子 轻轻地一拨 哦 一大口的满足 此时建议您不妨单尝一口葱 因为葱增加了香气 却也爆锡了肉质 镇镇的老饕连成一口的美味 他也不错过呢 蓝姥姥的葱烤紫牌 最到地最家常 来 来 刚才我们特别看到了呢 这个东坡肉 也看到了鳝鱼 还看到了最后的葱烤紫牌 我的妈呀 刚刚的就是我们的江湖山里面 相当快是人口的菜 你看到那东坡肉那个肉质这样 东坡肉那个肉质 好想吃哦 你看看那个鳝鱼 我冲靠紫牌 冲靠紫牌 有多少消灭多少 而且最后他把那个骨头抽出来 那个肉怎么会蹲到这样 会太过分了 刚刚 骨肉分离啊 一味一味那两个肉 那两份肉 东坡肉跟紫牌 因为它们的那个汤汁 因为我喜欢喝汤汤水水 它那个汤汁那个才是 拿来拌饭真是有名 对啊 过瘾了 刚刚这些都是要手录的 都是要一些手法跟过程的 有没有 东坡肉的过程 跟那个 你看那个 鳝鱼器材的过程 尤其是刚上桌淋上那个油 不止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冲靠紫牌 一般人都对他的印象深刻 干脆 干脆 请拿到棚里面 干脆 好 好 太厉害了 好 好 太厉害了 好 太厉害了 各位 蓝老婆提供的冲靠紫牌 我们今天要先试试 那个骨头 骨肉分离的方法 肉只要一夹 咬的肉 骨头一抽就开了 我们可以试试看吗 现在呢 这个作为代表 特別安排了一个很惊险的画面 那个姚戴伟 来 你跟夏宇宙要换下味道 真的吗 好 动手 我咬出骨头 他咬出肉 你看 一 二 三 我们就开了 是假的 真的吗 这是令人兴奋的食物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吃 为什么 这道菜一定要这样吃呢 夏宇宙不敢 那远远押你来 好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他怎么把那个羊 怎么会这个样子 天啊 真的 我跟你讲 我知道了 很好吃 我知道了 又来了 又好吃 正想拿这块粥 我跟你讲 这个冲靠子 这个冲靠子盘做法的秘诀 我知道了 他怎么做 你知道吗 怎么做 就是把肉做好 吃我把骨头插进去 对 叫不然怎么会这个样子 我了解了 你把老闆把他叫出来 不是 不是 怎么会这个样子 来一人拿一盘好不好 来 没有用法国时间好不好 一人也要客气了 这要吃饭一定很好吃 对 你这个表情很像很难吃 好想这样当话 这么难吃啊 不是 你知道我跟他 好 其实你也会 你不要给我来这一口 我们去吃东西 只要吃到好吃的 一定是一连串的三次 真的 不然 不然 会不会很咸 腻啊 这样 天 没有 没有 可是我终于做完 为什么都叫那个 我吃完我也不会想要骂 你知道 那感觉真的是 好 对 所以 对 冲冲泡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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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 取得多善解人意啊 不然这样子好了 我们全部吃一口 然后一起罵 一起 一起吃 来 准备 一起 好 一起 一遍一遍 开始 这就是 还有 大家不要急 咱 咱还没有吃完 没有 江浙料理 博大精神 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全美食果日亮 啪 出 青春吃水头 赞 台北绍兴南路上的三鲜食服 也要给您一道经典的 江浙好菜 而亲手烹煮这道菜的日子 可说是台湾首席料理铁人 许唐仁师傅 名列台湾八大名厨之首的许师傅 不仅煮出一道好菜 还能够为你分析 说明菜好的原因哦 许师傅选用新鲜配一毛猪肋 绞成的肉末 却运用手工快刀 再一次剁戏 飞食飞工的动作 可以增加肉的粘性 更可以换来肉粘粘细的口感 加入太白粉 盐 蒜末 鸡蛋 米酒调味之后 手工快刺的搅和用力的摔打 让调味料完整的入味 拍打之后的肉质产生了粘性 经过手劲一捏 紧紧结成了球状 双手反复的捏打 让肉球越滚越大 直到一手无法掌握的大小 加四大颗肉丸放入砂锅 以清水煨煮40分钟 然后再加入新鲜的大白菜 与清香的酸白菜一起烧煮10分钟 然后 嗯 完成了 就是这道 凡人无法挡的清炖狮子头 看似清淡的汤汁 滚出了肉汁 融入了大白菜的甜 酸白菜的干 实际上却是夹带所有食材精髓的 华丽汤头 而主角 狮子头虽然白白胖胖傻乎乎的 但是大口咬下你才会知道 肉质紧实却又口感绵细喔 口水经不住要随着流下的肉质 一滑而下咯 我做了青吞狮子头 不加味精 口味一鸡胖 东鼠黄鱼 赞 料理江浙菜系的餐厅 与用餐的客人年龄层 都给人成熟年长的刻板印象 可是东区的筷子 却让江浙菜掀起了年轻人的流行潮流 从店面装潢布置到工作人员 全都是年轻人 就连店内的行政主厨 也是有型有款的年轻帅小子呢 好了 马上一起来尝一尝 这里最受称赞的江浙料理吧 Check out 小厨师纯熟地将整尾的黄鱼 两面深深地划出几刀 每一刀都伸入鱼肉 却不能够切断哦 保有鱼皮的完整 再小心翼翼地将鱼肉被撇开的部位 整尾鱼竟然像是活起来似的 黄鱼竟然呈现出松鼠般滑跳跳的 接着再将黄鱼的身上完全排打上 熏匀的一层泰白粉 因为黄鱼的油脂多 烧的时候鱼肉容易松散 所以先放入热油当中将它炸透 捞起粒油之后 接着再进行了糖醋酱料的会烧 糖醋酱汁泛着酸甘甜的香味 黄色的凤梨丁 翠绿青椒丁 增添料理缤纷的色彩 当滚烫的酱汁淋在金黄酥脆的炸黄鱼上 浓烈的鱼香 发人食欲 等待品尝的心情 就像是松鼠一般的雀鱼 这样子诱人的香味 这样子色彩艳丽的料理 让人挺不下筷子 只想一口接着一口不停地吃 再爆料给您一项利多的小情报 再除了好吃的松鼠黄鱼之外 餐后还免费赠送给您它的甜品 巴布哦 也很美味咧 筷子让中餐餐厅更年轻了 也让年轻人喜欢江浙料理 微甜水果味 微甜酸酸的感觉 能不能流口水 我一直在流口水 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鱼 请来我们的现场 YES 老婆 而且你刚刚看到了 不仅黄鱼看起来好吃 煮黄鱼的那个师傅看起来好帅 对不对 好 把我们美食料理员 筷子餐厅的主厨 一二十六岁的一集红师傅 欢迎 欢迎他 好帅哦 好帅哦 很搞定 我觉得他很像一个人耶 像谁 你可以比一个那种 丢披萨皮那个姿势 你会丢披萨皮吗 甩面皮 甩面皮 这样丢 这样转 来 预备 来 对 快点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像我们那个 片头和那个小网络 我们片头有一个做的动作吗 没问题 就挡个小姑娘 原来是模仿你的造型而生的 我们去找到本尊了 真的找到本尊了 你的年纪不大 怎么样掌握这些所谓的名菜 江浙菜的一些老菜的精髓 松鼠红鱼不好做 至于我们快餐店 那个松鼠红鱼的精髓 因为大陆菜太多了嘛 十大名菜 八大名菜都有 至于要如何掌握这个精髓 就是在于它的甜跟酸 我们因为这个 因为这是大陆菜嘛 对不对 江浙菜 你怎么样因应到我们台湾的口味 我们既然以是江浙菜为主 但是我们不会失去它的传统原味 我们要符合我们台湾啊 台北市 有年轻人跟符合我们筷子三斤 来吃饭的东西的一些客人 再作为稍微改变 有比较咸或比较甜吗 恰到 真会讲话什么都恰到好处 你做给我看 吃了后 旁边一吃再吃 把整个吃到剩骨头 你骨头会啃 我们请它先 试图一下 好 你现在蘸的是什么粉 太白粉 用太白粉 用太白粉 这鱼肉能不能切到 它不乖是不是 你还在做SPY 我帮它按摩一下 那打一打吃起来比较弹性还是什么 没有 让粉均匀 让粉均匀的附作在上面 炸起来才漂亮 炸起来才漂亮 油温大概要几度 油温大概要110多 110啊 你怎么试呢 松鼠头放下去试还是什么 拿它跟竹筷子来就可以 拿它竹筷子来就可以试油温了吗 对 如果是在嘉宁试的话 不晓得油温多高的话 只要插进就知道 插进它就冒油了对 冒烟 冒气泡 冒气泡了对 就表示说这个油就可以了 炸这个雨要刚刚好 如果不足100度 它不会冒气泡 它会冒得很慢 不会冒得很快 应该这样子冒 对 跟沙士汽水泡杯里面一样 也不能太热就对 太热的话会把鱼炸焦掉 鱼会焦掉 对 好 裹了太白粉的鱼 黄鱼下锅了 你用什么油 用沙拉油 沙拉油 沙拉油 沙拉多久 沙拉7分钟 7分钟 挺久的 第一次开始 挺久的 再拌披萨一下 不用拌披萨 我没那么爱看你耍鱼 没事 下次到汉堂里来 不是 你刚刚讲到它的糖醋的底 糖醋那个酱什么时候加呢 对啊 不是炸好的时候在现场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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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做糖醋醬 但是要不能太甜 不能太酸 喔 这是葱爆香 葱爆香 葱爆香 对 葱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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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葱爆这么多 对 好多喔 但炒起来就是 你还就不能太甜 你们吃起来就不会 絕对不会太甜 这个是 就是魔法 再有力不敢说 这个是两汤匙 好 一汤匙半 太甜 加个青椒 要翻多一点喔 青椒是要甜味 还是它的辣味 很青椒 要它的颜色 要青椒 颜色 青椒跟凤梨 凤梨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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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改变了那个比例了 笨蛋 没有 我刚看到那边有 我们是满足嘉宾的需求 因为这个给他不吃的 好 加点白醋 白醋价格不少喔 好酸喔 好酸喔 我要再勾芡了 再一下就好了 你看 用干净的模糊先压一下 让它开掉 让汁陷入肉里面 到里面 好香 好酸喔 好酸喔 可是这边闻好酸喔 好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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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主持人 是不是都会试吃 啥 那就不啰嗦 不要浪费时间 剪刀 石头 铺 到底谁是小铃铛 它的肉 看了 刚刚虽然一直连在那个皮上 可是现在炸完了之后 一拨就开了 好 而且那个酱 在现场闻的时候 感觉像很酸 可是吃起来 不用舒服 不用舒服 完全可以 我是一个不太能吃酸 我可能是辣的人 可是这个 好能够接受啊 怎么样 黄鱼不是有刺吗 我们已经把肉跟刺分开了 把肉跟刺都分开了 对 它的皮炸得酥酥脆脆的 但是呢 刚刚那个挤压的过程很重要 挤压的 对 因为你会感觉 一吃下去的时候 就从那个细缝里面 把所有的那个精华剂都挤出来 青椒的那个香味 加上凤梨那个微甜的那个 水果味 甜甜酸酸的感觉 嗯 有没有流口水 我一直流口水 你镜头都晃得太厉害了 请问 在筷子餐厅当中 松鼠黄鱼这道菜 曾经在一个月当中 卖出多少个 给你们提示 店内每天营业时间 共有八个小时 中午的11点50到3点 傍晚的5点40到10点半 一共可以做107个客人 我们致负值优待80客人 好 请各位出示答案直接 735的674的673 625 525 怎么来的 来 平均一天大概有22条 因为20条到25条 所以就是大概 大概这样乘起来 大概就是660条 那660因为正不差还有80 所以大概往上加在670 所以加了40 这个很喜欢看的 可不可以答案只有修改 他看我的 673你是剪一条怎么样 你会比较贴近就对了 没有 其实也就是 这个最后的尾数 就是独独运气而已 不想跟他一样 跟他猜一条 那就680不是 可以啦 我觉得这比较接近 相当有自信 他很坚持 有没有人答对呢 答案是什么 我们请跟我们的叶齐鸿主厨 公正确答案 中暑黄鱼的最高销售记录 广告回来立刻揭晓 中暑黄鱼的最高销售记录 570来700分之间 恭喜下雨桩 당大肯 7中午的 吃饭 好 吃饭 去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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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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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梨好好吃哦 你吃得很厲害 下雨桩 我敢吃 不要逼我 去饭 外面脆脆的 里面的肉汁很 而且他剛剛說了 就是說台灣的這種做黃魚 牠的...牠片這個魚 沒有那麼多刀 有那麼多刀鍾 對 對 沒有那麼多刀鍾 我覺得比較好 可以維持這個肉的鮮嫩 要不然那個炸的那種脆的燙度 謝謝鄭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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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香菸香好吃對好吃 睡前吃香菸吃多了 還是會放放的 我們在今天裡面介紹的 所有的美食資訊呢 都可以在你提供的聯絡電話 或者是上網 可以查聽到相關的詳細資料喔 如果你想吃到更多的美食 明後天 天天後慢之後 趕去分享 醞釀一下 明後天到我們的中華美食展 全新的 全新的父親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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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樂